上禮拜我們介紹這個數學的本質 還有這個微機運的基礎是什麼 然後我們由這個微機運基本定理 一直貫通到時速的完備性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談什麼是時速 時速的建構 那在講述述之前 我稍微要把那個完備性 跟一些求極限的例子 我稍微介紹一下 那上次在講這個虛數的時候 還是有人對這個虛數存不存在呢 很沒有切實 很沒有實在的感覺 那就是軸向太深了 你習慣 太習慣你的形而下世界 在形而下世界的東西 你在認為它存在 其實看不到摸不著的東西 很多東西是存在的 包括就像上次我講物理學的能量 你看不到 但是這個觀念的統籌物理律很漂亮 很聰明 那你說它存不存在 人不能著向太深 太習慣於某些事情 你就不知道跳躍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第一次看到洋人的時候 我嚇了一大跳 那時候我大概是四歲多 看到都是家裡的人 他說故鄉裡面的人 都長得跟 就是你們這個樣子 那時候我哥哥騎了腳踏車 載我到中山北路 那時候美軍已經住進台灣了 然後我看到那個中山北路上 有一隻大猴子騎在馬上 這個塞了都是扶鬚 我看到是嚇了一大跳 怎麼一隻大猴子騎在馬上 那種感覺很shock 我發覺那個大猴子的舉止動作 跟我們就是一樣的 他不是猴子 那是真的是一個很大的shock 人一習慣某些事物以後 就常常認為那個是自然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讀過這樣一個文章 我們初中的時候有這個國文 有一個古文 他就是寫那個 一個讀書人 你們知道以前是沒有水泥地板 沒有鋪瓷磚的 以前的地板都是土把它堆一堆 擠一敲 弄平了以後 人就搬進去了 那那種房子 人走在其上 守久了 那個土很硬 但是硬以後 它不是平的 人這樣在那邊穿木機 穿鞋子 這樣走來走去 那個土會凹凹凸凸 一塊一塊 凸凸凸 有凹有凸 那這位讀書人他的書房 他常常在那邊走來走去讀書 走久了以後 他那個書房中間就凸起來一塊 那走久了他也習慣了 但是看起來就覺得那個就凸出一塊 他覺得應該把它除掉 有一天他就把那個凸出來那一塊除掉了 除掉以後 他每次拿著書走走走 走到那個地方以後 他覺得 他好像是陷下去一樣 因為他習慣那個地方凸出來 那個感覺到那個地方 他自然應該要有那種感覺 現在沒有了 既然他感覺那個地方陷下去了 其實那個地方是平的 所以這個習慣有時候會蒙蔽人 會欺騙人 這個 歷史上這種事情很多了 就是說你們不要習慣一些事情以後 就認為那個東西才是對的 這個思想上要有那種會要 那學數學你要知道 數學不是在現實世界裡面這些點點滴滴 他已經抽離出現的世界 是在人類形而上世界 理性世界裡面在運作 世界上沒有圓 你真的定義圓出來以後 世界上已經沒有圓了 你定義更那二出來以後 世界上化不是更那二 早不是更那二 所以他是在人類理性世界裡面活動 同樣 你承認有一個數 它的平方是負一 那些代數運算 他就在人類理性世界裡面 他可以運算 他是在現實世界裡面你感覺不到 但透過那個I 你可以落實到現實世界裡面 包括設計飛機翼 包括幾何 當然很實在 那最小曲面 所以最小曲面就是 你把一個線圈放到回照泡沫裡面 回照水裡面拿出來 那個曲面就是最小曲面 很多最小曲面裡面的一些非常漂亮的性質 透過I 它可以去把它展現出來 所以實在不實在 存在不存在 都在你一念之間 不一定要看得到 看得著 摸得著的 那個才叫存在 它是在人類理性世界裡面存在 那這當然是人類文明的一個燦爛的花朵 人類會創造出這些東西出來 其他動物就沒辦法了 是不是 其他動物他大概知道一二三四 知道這些東西 根撈兒他大概就沒辦法了解 狗狗他大概不知道什麼叫根撈兒 那更談不上I 所以人之為人是相當可貴的 要鎮積自己的生命 那今天我們再延續上次那個例子 那個跟撈兒跟撈兒一直下去那個 上次講完了 今天我們來講這個I 在維均裡面 你們都學過這個I啦 它進值的值大概是2.718.00點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I是怎麼來的 就是說在這個自然界中 就是在這個自然界中 就是在這個自然界中的電音 然後其他人家看這個器 面臨在這個自然界中的能力 就是在這個自然界中的協定 這個我們是可以在這個自然界中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這個自然界中的蛋白色 在這個自然界中的娃娃狀 進口的成長 進口的成長其實就是人口的成長 那現在因為限制生育 已經不是自然生育了 那細菌它沒有被限制 所以它那個成長還是自然 進口的成長 和這個限流的進口量 和成正比 這個放射元素 點點點 這種例子很多 例如說那個互利 例如說互利 這我不詳細寫了 那如果說 如果說我們以這個x表示件 fx 表現有量 那則fx 表成長數率 那麼我們有這個fx 它跟fx乘比 這個應該是乘環比 寫錯了 現有數率沒有關係 反正那個數率是負的 或者是說fx 就等於k乘上fx 那我們看簡單的情形 我們看k等於1 就是fx要等於k fx要等於fx 那你三角函數 那你三角函數 那你三角函數多像多像4 三角函數或是它們的組合 都不可能滿足這個放成4 那你就試這個fx等於a的x 代入 代入 也就是說limit h去均一零 h分之a的x加h 減掉ax 這要等於ax 代入上式 那你把ax消掉 或者是limit h去均一零 h 這個要等於1 那現在問 這樣的a存在嗎 如果存在的話 a的h減1除上h 這個很接近1 這代表很接近 當h很小的時候 當h很小的時候 這當h很小 這當h很小 那也就是說 a應該是很接近於1加上h 括號的1 of h 當h很小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現在要問這個極限到底存不存在 要把那個a找出來 現在要問 現在要問這個 這個limit h去均一零 b加上h 括號的h分之1 這個存在嗎 h 這個h在實數裡面 h是屬於 那麼我們把它簡單一點 如果說h等於N分之1 N分之1 N分之1 那我們要問 Limit N去均五強大 1加上N分之1 括號的N分之1 這個存在嗎 這個在微距離裡面大家都學過 這是微距離裡面一個很基本很重要的極限 對 我們現在就令這個an 是等於1加上N分之1 括號的N次方 你要證明一個數列它極限存在 唯一的辦法就是證明它 就是递增數列 它滿足用十字完備性來保證 現在希望說這個an是地增數列上方有界 那極限就存在 那你由這個二項定理 an是等於1加N取1乘上N分之1 再加上N取2乘上N的平方分之1 再加上N取N 再加上N取N N的N次方分之1 那這是等於1加N乘上N分之1 再加上N乘上N分之1 再加上2階乘分之N N-1乘上N平方分之1 我多寫一項 我多寫一項 3階乘分之N N-1 N-2 乘上N的三次方分之1 再加上N0點 那這個是等於1加1 再加上N 我把這個N跟這個N消掉 那我把這個N出到裡面去 就變成2階乘分之1 1-N分之1 再加上3階乘分之1 1-N分之1 再加上... N0點 一直到DN項 那所以呢 AN加1 應該是等於1加1 再加上2階乘分之1 1-N加1分之1 加上3階乘分之1 加上3階乘分之1 1-N-1 這邊有N加1項 這邊有N加2項 那麼相應項呢 你看第二項 這是1-N加1分之1 N加1分之1比N分之1小 所以它減一個更小的 所以第二項呢 這一項呢 比這一項大 所以你會發覺 這個應該是大於等於1加1 再加上2階乘分之1 現在你這邊支寫N項就好 所以這是等於AN 所以果然這個AN2是地增速列 那麼它是不是上方有界 如果它上方有界這個極限就存在 這個AN呢 這個AN呢 上方有界 是不是上方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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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式子啊 這個式子我把它叫做十大式 你觀察這個十大式 這個式子 這小於1啊 每一個跨戶裡面都小於1 所以我都把它弄成1 1 那這個數列我不會加 把它弄成幾何極度你就會加 這小於1加1 這2階乘分之1就2分之1 3階乘分之1是3乘2 那我把它換成2乘2 是2的平方分之1 2的N-1分之1 那這是小於1加上summation N等於0到無窮大 2的N之1 這等比極度你會求和 這應該是等於3 所以果然AN是地增數列 上方有界 所以你依實數的完備性 這個Limit N趨近無窮大 AN這個存在 那我們就以這個1 表示此極限 1是等於Limit N趨近無窮大 1加上N分之1 一塊N-1 2 3 2 4 6 10 9 這個1 只是那個H趨近於0 H在整數點上跳的時候有極限 那在時速上跑它是不是有極限 這個留給你們做CD裡面 CD2裡面 要你們去完成它 同學 同學表情讓我很沒有信心 試試看 就說 這不是CD2 應該CD1 我新修改的 Limit X趨近於無窮達 E加上X分之1 叫做X四方向再等於1 這X是時數 從而Limit H趨近於0 0加1加上H分之1 Quad 1加H 這應該等於1 從右邊的極限 這給你一個提示 你X在這裡的話 你找最近它的自然數把它加起來 N加1 你把這個 你把這個X夾住 夾住以後你就可以操作它 譬如說 譬如說 括號的X四方 那 這是小於1加上N分之1 括號的X四方 那X是小於1加上N分之1 括號的N加1 右邊你把用那個1加N分之1這個數列 你把它夾住 那這個是等於1加上N分之1 括號的N次方乘上1加上N分之1 那這個趨近於剛才那個極限1 這趨近123的1 所以右邊你就夾住了 那左邊呢 這是大於1加上N加1分之1 括號的X四方 那這是大於1的數 我把它換小 那這個是等於 那上面這個 上面就是我們剛才那個數列 這個趨近1 ABCD那個1 這個趨近123的1 所以兩邊就夾住 就把這個極限比出來 你要會操作這個不等式 但是X區域0- X區域0- X區域0- 這件事情我們還沒有 還是要看 Limit N趨近於互無窮大 E加上N分之1 括號的N之王 這還是等於E 那從這裡你 Limit X區域0- 不無窮大 E加上X分之1 括號的X之王 這等於E 指針 從而Limit H區域0- 所極限 E加上H 括號的H分之1 這等於E 那從這兩個結論 你馬上 所以這個Limit H 取近於0 E加上H 括號 1 over H 這邊 那這個Fx 你取這個指數環等於E Bx 則這個Fx等於Fx 這個以後我們再來談 我們談 講指數對數的時候 我們再來 這個E 這個E是一個 新發現的一個無理數 我等等會證 留給你們去證好了 那為什麼說無理數 它的近視值呢 1大概是等於 這個近視值 2.71828 18284 我五位寫一起 59045 59045 點點點 我不想多寫了 我只寫了25位 那這些數字 這些數字 這些數字 到底從1 2 3 4 5 6 7 8 9 到底怎麼樣分布 這是數論上的一個課題 在這裡我們當然沒辦法談 好 那我現在來 來導出那個E的一個公式 E應該是等於summation K階層 K等於0到無窮大 這在微積分裡面 你們都學過 那微積分大概是用太多展開式 來證明它 把那個exponential x 用太多展開 然後令x等於0 你就得到這個E的幾數表示 然後我現在要從剛才 我們從E的定義那個地方 要把它B 把這個極限 把這個式子B出來 你由這個an是等於 我們剛才由這個 是等於1加1 再加上2階層分子1 1減掉n分子1 再加上3階層分子1 1減掉n分子1 1減掉n分子2 再加上點點點 這裡沒有n項 n加1項 所以這個是 是小於等於1加1加上2階層分子1 再加上 上次我們 剛才我們寫過這個是不是 所以當然是小於等於summation k階層分子1 k等於0到無窮大 所以這個存在 所以 那 1是等於limit n去進入無窮大 an自然就小於等於summation k等於0到無窮大 k階層分子1 這個 我剛才是把它叫 star4 是不是 所以這個 我們現在還是把它叫做 star4 你觀察這個 star4 我現在把k固定 這個 an是等於1加1 再加上2階層分子1 1減掉n分子1 1減掉n分子2 1減掉n分子2 1減掉n分子k-1 還加上...0... k是小於等...k是小於n 就這裡面我隨便固定在某一個像以前 那我觀察這個 那我現在 這是大於它 那我讓n去進入無窮大 你得limit n去進入無窮大 an 這大於等於 n去進入無窮大 那每一項都去進入0 這是1 那這個式子對所有的k都成立 一切k成立 所以 1應該是大於等於1 讓k進入無窮大 讓k進入無窮大 0到無窮大 k階層 所以你就得到了得正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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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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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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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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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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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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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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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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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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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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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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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這假如是A 這是B 就是說他們的結論是A加B 大段 全段去比上A 要等於大段去比小段 這時候最美 這其實真佩服他們能夠搞出這個比例出來 怎麼是這個最美 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反正希臘人的審美觀是這樣 那這套審美觀也主導了這個西洋美學 什麼樣的臉最美 這個額頭 這個鼻子 這個這一段怎麼比 弄出一個黃金紛歌的時候最美 這個其實美其實是很形而上的東西 人不是這個 只是己 人是有靈性的東西 不是說這個己而徒情怎麼樣就叫美 一個人美 包括他的思想 包括他的談吐 包括他的生活習慣 很多東西 他是綜合起來的東西 怎麼能夠去說什麼樣的臉最美 這個希臘人在這個地方是很著象 這個你們在國中說都算過這個比 這二分之一加更好五 這二分之一加更好五 這個數量 海伯納奇數量 海伯納奇數量 其實他是跟生物上的問題 還有包括集合上或是財經上 這個都有這個海伯納奇數量的痕跡 那數學上是這樣 就是說 現在有一個數量 第一個數是1 第二個數也是1 第三個數字是這兩個合 這兩個加起來是2 那第四個是前面兩個數字的合 3 再來是這兩個數字的合5 再來是3加5 8 再來是8加5 就是13 然後13加8 這是21 21加13 這是34 那34再加21 這是55 再來是89 0.0 這個數鏈我把它叫做an an是這樣 這樣 那這個海伯納奇數列到底怎麼跳躍 就是說它在整數列上 這個跳躍的比到底什麼 所以你考慮這個xn xn是等於an加1 比上an 所以xn呢 現在是1 這個比這個是2 這個比這個是2分之3 再來是3分之5 再來是5分之8 0.0 我不多寫了 就是後項比前項 這應該會 人們發現這個會去定一個極限 我現在要把那個極限找出來 現在問這個極限存不存在 如果存在7之為何 我們休息一下 它已經不是地增也不是地減了 你看1 2分之3這是增加了 2到2分之3又減少 2分之3到3分之5 這是9這是10 又增加 然後來到這邊又減少 所以它跳來跳去 它不是monotone 不是單調的 這個此極處呢 所以單調就是monotone 那它不是monotone 也不是地增也不是地減 那十字文背性就沒辦法用了 可是不要投降 你再仔細看看 你看 仔細看看 它從1到2是增加了 2到3又減少 然後又上去又下來 這個極數項偶數項之間 好像有一種特殊關係 你看這個1 2分之3增加了 2分之3到5分之8 535 826 所以這個增加了 5分之8到113分之21 這個5乘21是65 8乘23是64 又增加了 是 看這基數項呢 看這個基數項 基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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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開 就是x2n加1 基數項這應該是1 2分之3 5分之8 8分之13 不 13分之21 3分之4分之55 那x2n呢 2 3分之5 看來這個 這個x2n加1這樣 為Mototone Increation 那x2n呢 這個數量為Mototone Degration 那麽真的是這樣嗎 你必須要去理清它 我們看這個x1是等於1 x2呢 是等於1 x3呢 是等於2分之3 是大於1 x4呢 這是小於2 至少前面這兩項 基數項的前面兩項 後面也有兩項 有這種地增地減的關係 但是xn加1 是等於an an加1 an加1是等於an加上an-1 除上an 所以是等於1加上an-1 你把它除下來 這個就是xn-1 所以現在xn加1等於1加上xn分之1 所以這個現在x3x4 我現在第一 所以x5好了 所以x5呢 應該是等於1加上x4分之1 那x4呢 是小於x2 所以這應該是大於1加上x2分之1 那這果然是x3 x5是比x3大 那x6呢 是等於1加上x5分之1 那x5呢是大於x3 所以這是小於1加上x3分之1 那x3分之1就是x4 同理x4 同理x7呢 是等於1加上x6分之1 那x6是小於x4 所以這是大於1加上x4分之1 就等於x5 果然1加上x4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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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加上x3分之1 1加上x4分之1 1加上x4分之1 1加上x3分之1 1加上x3分之1 所以 比這個Xn呢 這大於 這些點鏈都小於2 所以基礎向地增 那就是0小於Xn小於2 所以你有四次完備性 這個limit N細菌無窮大 1加上 這是X2n加1存在 另極違背大 為R法好了 X2n這個存在 以令極違背的 就是極數向 偶數向極數分別存在 這兩個極限是不是相等 現在問 R法是不是等於被打 你由這個 Xn加1 你以為X2n加1 是等於1加上 X2n分之1 好 你令 你令這個N區群無窮大 你得這個 這是R法 這是R法 R法要等於1加上 β分之1 或R法 β要等於β加1 這個我把它叫第一次好了 x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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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你令N區群無窮大 你得到 β是等於1加上 α分之1 或 αβ要等於α加1 這是第二式 那這兩個式子就implice α要等於β 那現在要問α等於什麼 你隨便戴這個式子或戴這個式子 就α等於β代入意 加1 代入第一式 你是不是得到α平方等於α加1 代入1或2 那你解釋得 α是等於2分之1加減更好 但是α是大於0 所以α應該是等於2分之1加減更好 這是黃金分割 這個希臘人很高興 你看黃金分割不是他們憑空捏出來的 你看Kovonacci樹列那個後向前向的筆 到後來他會趨近於一個同樣的那個樹 這個造化之美 希臘人喜歡這樣 不過這個其實他是滿足同樣的二次方程式的 弄到後來他們滿足同樣的二次方程式 這個第一章的導論我就暫時談到這裡 這裡面導論裡面有很多東西我就很自然拿出來用 同學就不要太挑剔 因為太挑剔的話你很多直覺上的東西 你就變成自愛難行 像剛才我問這個fx等於a的x 我們得出來a是等於1加上h 括到h分之1 什麼是指數函數還沒有談啊 你就用你心中的指數函數來瞭解它 我這個介紹裡面只是要告訴你那些脈絡 指數函數還沒有談 你說2的更好2是什麼意思 其實你們都接受它啦 其實沒有弄清楚 指數函數的我們會另P一章詳細的談它 把那個脈絡會理清楚 現在就很粗略的 用你過去所學的數學來理解它這樣就好 指數函數我們會另外去談它 第二章啊 我們現在進到另外一個課裡 我現在要講師數的建構了 上次我跟你們提過 我為什麼要在第一章裡面先講那麼多 因為這個十柱的建構很不自然 它叫的那個十柱跟你心裡面那個十柱 有很大的一段距離 你本來好好的結果被它一建構了 你反而把十柱搞符入掉 那前面第一章那個介紹 主要要讓你了解數學的本質 然後微積分的任脈一直灌 灌到十柱的完備性 那十柱是什麼 我們現在要來談它 那十柱為什麼有完備性 我們上次第一章裡面有把完備性拿來用了 微積分的任脈才能夠接通到完備性來 導出區間道定理 導出Bosano維持法定理 從這裡你可以導出年均函數的兩個基本定理 從基本定理導出這個君子定理 君子定理就導出為君基本定理 這個脈我希望你們學數學 這個脈要理清楚 這樣你數學才有思想 你才活潑 你才有深度 其實不只是數學 你做任何學問都是這樣 都要把你的思路 你的邏輯 你的脈絡 你的philosophy 理清楚 能夠理到你透徹 能夠貫通 兩腳著地 頭頂天空 人就不一樣 氣就暢通 做幾學問來也坑將有力了 我在講這個十柱的建構之前 我先第一節我先講這個五理術的誕生 在數學上有一個你們都已經不加懷疑的一個公式 就是常常行面積公式 第一節 常常行面積公式 這個如果A 這個如果是E的話 那這個面積呢 我們現在要定義什麼叫面積 這個如果E 一單位 這個如果是E的話 那這個面積是一單位 對 那這是一個平方單位 那這裡有一個定義 這個如果A 這個如果B的話 那這個面積 你有沒有懷疑過這個 你有沒有去問過常常行面積為什麼是A成B 有沒有 沒有 你有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你問過嗎 那你為什麼相信他 就跟那個I 一個I也敘述不能比較大小 老師講的 老師也是人啊 老師也會有錯 不能 古人說盡信書不如無書 書都如此 何況是老師 老師 老師講的 你也要打一個問號 去追問他 那這個 你如果翻開你的小學課本 你去 你會去看 小學課本怎麼說明這件事情 他大概是弄幾個簡單的 小學課本 這個是3 這是2 這個是3 這個是等於6 就等於2乘3 好 他已經弄幾個 這個是4 這是5 5 5 4 5 大概接近一點 5大概接近一點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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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幾個以後 然後他就開始給你CT了 你就算了 算了以後等到學到分數的時候 你也算了 所以等到你到國中 接觸到五里數了 接觸到實數了 給你兩個實數你也照算了 算久了以後你就不知道懷疑了 暢光型AB 面積等於A成B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習慣有時候很可怕 但這個暢光型面積公式的證明 在人類歷史上它是一個 是人類文化的一個滄桑 可以這樣講 真的 提出這個 給這個懺光型面積公式 第一個提出證明的是畢達格拉斯 提出證明 他認為完整的證明 漂亮 他怎麼證明呢 他有一個信條 畢達格拉斯有一個 希臘早期的學派進乎宗教 像畢達格拉斯學派 他們認為這個數跟其他數是不一樣的 你看天有四十 春夏秋冬 地有四方 東西南北 你看人有四隻 你看那個狗都有四條腿 狗都有三條腿 他走不好 四十當然不一樣 你看桌子也要四條腿 三條腿就不穩了 就是你看我們的門窗都是四個角的長方形 所以希臘沒有蜘蛛話嗎 蛤 希臘沒有蜘蛛話嗎 什麼話 蜘蛛 那個不是高等動物 當然蝦子不是四條腿 那個不是高等動物 高等的都是四 你看象、獅子、老虎 所以反正希臘的學派 他是把自然界很多現象 他會把他抽離出來 賦予他神聖的任務 那他們很喜歡正武編型 他認為正武編型 這個正武編型這樣、這樣 畫得看起來很聖潔、很純美 畢達科德奧斯學派很純 很遵從這個正武編型 他代表神聖、純潔 那他那個基本信條 他這個學派 他相信宇宙是和諧的 就是說宇宙中間 你看音樂也是 有它的綠性 那些街聽起來很和諧、聽起來很美妙 他那個頻率都有一個簡單的整數比 他認為自然界是和諧的 你確定基本信條 很存在 很存在 一個夠小的 同時 就說你隨便給一個線段A 這是你的A 這是你的B 那不管怎麼樣 你一定存在一個L L是夠小 只要這個夠小的話 他都可以同時量進A跟B 存在這樣 這是畢達科德奧斯學派的基本信條 那根據這個信條 他們就可以證明常溫性面積是A層B 那有一天他的一個學生 因為他們這個學派很崇敬這個正五邊形 所以那個學生很用功 回家就努力畫正五邊形 畫畫畫 對角線黏來黏去 那幾個對角線又黏出一個正五邊形 他有一天畫畫畫 他目瞪口呆 雙口麻木 對 口障開了 馬合不起來 他化覺得他們基本教育出問題了 好 就是說 這個人呢叫做 這個 這是學生 畢達格拉斯的學生 他很用功 回家畫正五邊形 好 這樣像不像正母邊形 這個畫得不是很正 對畢達哥拉斯有點失敬 他畫這個正母邊形 他把這個對角線黏起來 實在是畫得 畫得不是很好 沒關係 我們就粗略來接受他 這個我把它叫CDE 假如說 這個邊長假如A是等於AB這個 BE是等於這個對角線BC 他發覺這個邊長跟這個對角線不能被共渡 他會那個目瞪口呆就是基本教育出問題了 他發覺這個邊長跟對角線不能被共渡 為什麼不能被共渡呢 就是說AB不能被共渡 同時梁靜我們稱這個AB可以共渡 這個AB可以共渡 如果 他的論證是哪 如果AB可以被這個L共渡 如果是怎樣 那他在觀察 這個是A嘛 這一段跟這一段是相等的 這個BD是等於AB BD是等於AB 這等於AB 這等於AB 這可以被L量進 這可以被L量進 所以他剩餘於這一段也必須可以被L量進 所以他剩餘這一段也必須可以被L量進 所以被L量進 所以被剩餘以後呢 這一段也必須可以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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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B2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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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於D1 所以BC可以被L2-0 所以CD是等於VC V1減掉VC 減掉DE 可以被L2-0 C1就是心的 裡面這個小正五邊形 小正五邊形的邊長 A' A'就是CD B' B'就是 我把這個叫F好了 B'是等於CF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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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正五邊形的 這是A' 這是B' 這是裡面這個小正五邊形的邊長跟對角線 所以它現在得出那個A' A prime 那個辯章可以被量進 但是這兩個角 角1是等於角2 都是 這應該是36度吧 所以角1等於角2 所以這一段A prime是等於AC 那AC又等於BC 所以角1是等於角2 所以B prime呢 B prime是等於CF CF是等於AC 那AC是等於BC 那結論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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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來 保守秘密 不要告訴任何人 那他也很謹遵教育 果然他也保守秘密 也沒有告訴任何人 那接下來的故事我們下節的課再來談好了 詞曲 李宗盛